我这条影片就会讲一下多伦多的楼市 或者多伦多的楼是否值得买 虽然这里是英国业主会的频道 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不同国家的楼市 或者不同种类的投资都可以 那为什么我会对多伦多有些认识呢? 原因就是这张照片 看完我八岁就移民了去多伦多 住了很多年在那里 才回流回来香港 这条影片就会讲一下 或者分开两条影片就讲一下 如果现在会移民过多伦多的朋友 就是应该住哪里 你就现在移民 我就三十几年前移民 住了十几十年 所以整个多伦多我都会玩云 住哪里最方便 我会讲一下 讲一下现在21年的多伦多楼市行情是什么 看楼的网站 还有都会讲一下多伦多的楼花 versus 20楼 先讲就是多伦多的楼 抵不抵卖 还有这里的行情 网站等等 要知道行情 就给大家看一些历史 这里就是我们92年 我和家人移民的时候 去买那间房子 样子是什么呢 样子就是这间 18号 这间就是我们移民住的房子 这间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房子 那算不算是一个很漂亮的街道呢 不是很算的 其实 当然对比香港 这里应该好像天堂那样 但多伦多 不是很漂亮的地方 比较可能 新移民 好像我当年新移民 这个比较便宜的地区 叫Scarborough 好了 那看回那个楼价 就是买了17万加币 17万加币 那是三房 那住了多少年 我住到这里 住到2002年 我们就楼换楼了 终于可以 那就卖了22万多 但是到现在这间房子值多少钱呢 那我们看一下 2021年头 就隔离那间房子而已 12号 18号 都是那些三房 不太分别 不太大 装饰很漂亮 就卖了87万 OK 好了 我相信现在2021年尾 这间房子呢 是要接近90几万美的了 好了 行情 兼看楼网呢 就是有两个看楼网的 一个就是这个MLS.ca 或者叫Reated.ca 那第二个呢 比较新兴一点 就是这个 行情呢 就是原来的房子 总之在多人多 是House 是House 就是不是Apartment 其实都挨近一米 或者一定要过一米 好了 这几家屋呢 就是我妹妹 在加拿大想楼换楼去买的 那么呢 最后也是买不到的 因为呢 你看到那个行情就是 那个挂牌 有没有英文呢 Anyways 总之Asking price 就永远是标低的 从而呢 永远都是over asking 成交很好 很厉害的 最后呢 是有20个人去看完 之后 有10个人去下offer 最高offer 那是1.125 你看到 这些全部是7天前 Scarbo 这些都不是特别 很英俊的区 这些了 OK 挂牌1米 成交107 挂牌85 这家本来是我家人想去标一下的 因为地牢呢 可以分门出入 那其实可以租给两家人的 你买回来之后 叫做 开始有劏房了 其实最后就 不知道有人标了多少 但肯定是 有人说你输了 你那个105米是不行了 就是这样 我都开105米 隔离附近 成交的那些 都是说97 98 我已经很有诚意 比105 最后都变不到 OK 好了 比较一下什么呢 那我们顺便就比较一下 Franchester和香港 那这里呢 我就分了三间屋出来 都是三房的 三房的屋 香港这个不是屋 例如一些入场门栏 的三房 700万 在多伦多 现在入场门栏 的屋 像刚才那些 挨近1米 这些 那最后这间 可能成交都是1米 那Manchester 的收购 17万 接合了就是港币 怎样分它 抵不抵买呢 揭晓了 其实就是对比 一样东西 对比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的人工 当地人的人工 你可以对比 直接比较 因为他们after tax 的收费是非常近似的 这三个地方 多伦多 28,000 香港24,000 就是Manchester 移民三 写着after tax 那你想一下 大家都是赚这么多钱 香港层楼 就要700万 才得到500尺 虽然都是三房 这里肯定有1000尺 没计过地路 那这里 怎么也有900尺 这间房子 就是size上 你当它总之是三房 但是价钱上 这个1米8港币 这个5米多 这个7米 那哪里最划算呢 当然是 Manchester 但是多伦多 是否值得买 其实都值得买 你想象一下 其实你现在 在香港 有层楼 是1000尺 而是卖5米7 而你的粮 是用24,000 其实你也觉得值得 对吧 何况你的粮 是用28,000 而你的楼价 只是5米7 而有这么好的房子 那其实呢 我可以说呢 多伦多现在的楼价 虽然涨了很多 我多伦多的朋友都 哇 好疯了 好贵啊 好疯了 好疯了 买不起 其实是买得起的 那只是我想说的 一样东西 那我拿着加拿大发布 为什么我都不买多伦多的楼呢 这么划算 因为这里更划算 这里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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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楼价是1米8 已经是漂亮的 有钱 那你想一下 其实 我以前在多伦多买那层楼 我爸爸买那层楼 2002年去售 售那时候 是22万加币 其实对上磅呢 就说13万磅 13万磅呢 这里是说02年 那时候人工都这么贵 现在都是在买13万磅而已 2021年的曼律 都是在买2002年多伦多的楼价的价钱 那屋差不多 三房 那你说 等不等买呢 这里是极度抵买的 人工还要贵 当然 2002年的多伦多 当然 你如果是移民去加拿大 不是去英国的 那加拿大的楼是贵一点的 但是等不抵买呢 照买 买得多少是多少 因为一定继续升上去的 你看看 对比的人工是很便宜的 那如果你移民英国 当然是买多伦多 你就直接买英国 但是如果你是不移民 你在香港 那哪里买呢 那就首选 好像我这样 我拿加拿大护照 我都买英国 第一 楼价便宜一点 第二就是我这里 可以无限借钱 我有首期就可以了 但是多伦多 我不可以无限借钱 第一 第一 我没有那里的工作收留 借不到钱 但是我当有也好 我都是基于人工去借钱 如果你是不知道这件事 你看回我们之前那条片 怎样说英国楼的案件 无限借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 你当然是买英国首选 那下条片呢 我会讲一下 就算你买英国 其实你都可以有些少闲钱的呢 你可以买下多伦多的楼花 记住呢 我不是sell楼花 我不是发展商 我不是经纪 我是买家 我是投资者 那为什么我都会去买多伦多的楼花呢 那我留下一集就讲了 所以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关于英国以外的些少物业知识 帮忙赞一下 share一下 那下一条片我就会讲一下 多伦多住哪里 有什么地方 我觉得如果我回去 住呢 那个直博率 或者是买楼的地点呢 我都觉得是最好的 在多伦多 那下条片见